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如何用Word为汉字轻松加拼音的好方法。 首先请打开你的电脑,确保你的Microsoft Word是使用最高的版本,所以目前我使用的版本是Version 15.36,15.36。 然后呢,你可以打开一个Word文档,在Word文档里面你可以轻松输入,我们可以尝试输入汉字。 好,现在我们将这个汉字放大,可以选择一个20号的一个字体。 好,如果我想给这两个字加上汉女拼音的话,你只要轻松点击,看到上面有ABC, Phonetic Guide,可以看到我们左边有汉字,右边的话有汉字,自动加拼音。 你可以选择它的字体。 好,字体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在选择一个简体,送体的简体。 好,然后它汉字的,这个是代表你拼音的大小,一般的设定呢,你可以考虑是1。 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汉字的显示,比如这个字的拼音还是十分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节成alignment,调节成center it。 好,然后有一个text distance,我们选择1,这样的话会有一段小的距离。 好,设置成功后我们点击OK。 所以你看到这个上面就是汉字,有很清楚的一个拼音的一个标注, 而且它的alignment也刚好是在中间,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整齐。 好,那么很多老师可能说,哎,我的word里面没有,没有这个A,B,C,A的这样一个选择。 其实有一个setup,所以大家要请注意把你的电脑的setup, 我们可以先去一个system preference。 看一个关于language and region。 好,可能你的电脑里面会出现有中文的, 所以你要确保电脑的主要的语言, 那primary language我们选择的是英文, 选择的是英文。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加, 然后加入你所需要的这个语言。 好,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加简体中文, add。 好,它会有一个对话框,问你说是否要。 Would you like to use Chinese simplified as your primary language? 好,我们还是不要选择中文的,我们要选择英文。 否则的话,在word的文档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东亚的语言的一个选项。 好,没问题。 好,这样我们就关,把它关起来。 好,这个是我们关于电脑的一个setup。 好,现在我们要确保在word文档里面的preference。 我们点击一下,所以在你的系统里面应该有一个East Asian Languages, 好,这样的一个选项。 好,它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phonetic guide, 会帮助我们就是加拼音的, 加住拼音的一个选项。 好,如果你的word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所以加拼音呢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好,除了一个两个字,如果我们打一个大段的文字, 好,我们来尝试一下大段文字的编辑。 好,比如我现在打字, 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 好,然后我们句号。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如何用word 轻松,打出汉字,并加住。 好,可能我们暂时先打到这里,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呢, 为这一段文字呢,加上一个拼音。 好,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如何用word, 轻松打出汉字,并加住拼音,句号。 好,现在我们来看, 怎样为一大段文字加住拼音呢? 好,这个拼音是自动生成, 但是我们看见它的alignment不是说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修改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查一下每一个拼音对照, 各位它的拼音是不是正确的, 有的时候的注音如果不正确呢, 我们还是可以轻松地改一下。 同学们是个轻松, 好,那这个句号我们自己要手动地打上。 今天想分享, 好,然后我们可以放word, w,如果是英文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手动地把这个字输进去。 好,轻松。 好,汉字这个都没有问题, 加住这边也没有问题, 最后是句号, 我们还是要自己加一下句号的。 好,这个字体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改成, 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 我们使用一个别的字体, 比如说华文的仿松, 字体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好,你可以看到拼有一些变化, 但是因为它是阿拉伯的字母呢,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考虑这个用中文的这个字体。 我们现在就试着把它改成一个, 好,我们可以用一个开题的, 这个问题都不大, 然后我们把它的大小调在11, 字号的选择为11, 然后放center。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拼音的它上面的这个字体的显示呢, 有一点奇怪, 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选择的不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字体,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把它选择一个英文的字体。 比如我们选择times new roman,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它其实的这个拼音的标注呢, 就是好,center都是在中间的, 然后我们给这个距离选择1,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2, 所以你随着这个text distance这个大小, 就可以自己决定选择4, 这样就是中间会留有一点的这个距离。 好,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段文字就很轻松的被加注了拼音。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 比如说今天这个字, 我们前面要是说想要, 它是一个句子的开头, 那么拼音的话需要大写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再标注一下。 好,因为这个个的话, 我们可以手动的把它打成个。 那么今天的金呢, 我们也可以是把它打成一个大写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 好,这样看起来呢, 就正规了许多。 所以这个方法呢, 适合老师在为学生自己在制作一些课件的时候使用。 好,今天的这个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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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